14号立法院未还委员会针对台湾碳费收费标准决议 由环境部和经济部进行专案报告并备询 碳费拍板一般费率每公吨征收300元 优惠费率则是100元和50元 另外针对高碳泄露产业 也就是实施温室气体管制后 可能导致产业外移到其他碳管制较为宽松国家 因此增加其他国家排碳量的企业 例如钢铁水泥液等 在碳费征收上采取分歧且不同比例的优惠措施 第一期打两折之后逐渐缩减为四折和六折 遭同党立委质疑优惠越来越少 恐怕达不到鼓励效果 先给他一个比较大的优因减得更多 然后减得更多完了之后慢慢慢慢的减少 那你也可以维持啊 就是我一直都打这样子的折扣 除此之外在野党立委也进一步关注 原住民进阀区域希望能纳入森林碳会计算 让族人取得碳权交易 在气候变迁英语法中 也明定政府应与原住民共同推动 并管理原住民地区的自然碳会 去考量一个方法能不能把这个金牌补偿 也当作是一个绿色存底然后当作是基金的一个规模 然后以后如果再运用金额的上面是不是也可以 援助我们原民会这边的经费筹筹策 不管是原住民的私有林地 或者是我们的传统海域 农业部主管的国有林还有海域 还有很多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要推动的政策 它必须回归到气候变迁英语法 来一起推动尽数邀请原民会农业部相关部会提出 将碳会最大化的执行政策可不可以 好 委员这个没有问题 好 谢谢你 尽管碳会来源由农业部主责 但是立委指出涉及原住民族的碳会 除了森林碳会外 也包含位于原住民族传统海域的蓝碳 但温室气体管理基金中 并未用于禁法补偿项目上 也要求环境部跨部会横向沟通 在一个月内提出碳会最大化的执行策略 有的新闻 这样我们告外立法院采访报导